接著我們關注有關年底七合一選戰的消息 先看到基隆市 在國民黨撤銷提名議長黃錦泰 參選基隆市長的資格之後 黃錦泰依舊堅持要參選到底 今天還拿出了七萬多份連署書 證明他的基層實力 因為這已經逼近了上一屆基隆市長的當選票數 到了國民黨撤銷提名的基隆市議長黃錦泰 今天再次選在慶安宮前 現場聚集相當多的民眾 要向大家展示他在基層的實力 以及參選到底的決心 要表達感謝 有76938位市民朋友簽名 支持黃錦泰 一鞠躬表達感謝 謝謝大家 深深一鞠躬 感謝大家支持 對於國民黨撤銷提名的決定 黃錦泰決定放棄法律訴訟 專心打選戰讓社會來公平 對國民黨中常會 廢止 廢止 警態市長提名的決議 放棄 法律訴訟 現階段 現階段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為基隆市 未來市政的發展 提出市政的規劃方向 爭取市民最堅實的認同與支持 黃錦泰比支持民眾團團包圍 現場 cum有數十名名譽代表 所忠宋泰 要力挺到底 加油 支持者為黃錦泰打氣 但國民黨有意徵招的 國安會資委謝立功 將尊重黨中央安排 隨時準備披刮上陣 而主發會主委蘇俊斌 也被視為是一部活旗 只不過上一屆基隆市長選舉 張通榮拿下8萬多票 而黃錦泰展現7萬人連署的 堅強實力 又表達參選決心 國民黨如何解決這個烫水山芋 考驗黨中央的智慧 UJTV 陳平燕 彭婉欣 基隆報導